今晚全台灣國的天使 強壯和年佛佛 溫度獨地三十年度下跨 突然性主義北的素材 可能來到三十七度的過溫 那麼在時日後 鳳梨沒有起興階 以上是往生對少走的時 動負面提起去有冷向前日 北部提起和會主義 鳳梨帶來過溫的現象 那麼未來的鳳梨路線 還會過觀察 由於颱風在我們的南方 所以臺灣附近除了受到 外圍環流的影響 這些外圍環流遇到地形 可能也會有一些沉降作用 帶來高溫 所以在週四之前 尤其北部地區都要留意 可能會有外圍環流所帶來的沉降 所造成高溫的現象 所以明天開始在桃園到臺中的沿海還有恒春半島地區風力會有影響 會漸漸增強 提醒在這些沿海活動的朋友要特別注意 今天臺灣輸到高溫的影響 國際晴隆 嚴格發財 東班普天區有三十年都三十四圖 西班普天區最高溫有三十六圖 在臺北韓國土地區 韓國會主義 可能會有三十七圖以上的高溫 非常是體向民眾 而導師到的差 仍不會驚訝 風采沙漢內的路徑 還會在過觀察 哈卡新聞 蔡伊菲正親生 特別報導